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快过年了,项目经理说要请我们喝奶茶, 我感叹着这只铁公鸡拔毛的同时,下单了一杯最贵的车梨子奶酪。 我正抱着奶茶,看着屏幕前的新年活动思考。 刚来不到一个月的王副总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这是谁呀? 刘经理屁颠屁颠地迎过来,这是小林前年到我们公司来的程序员。 只听王副总发出一声吃笑,女的能懂什么程序? 还不如回家带孩子,说把她昂起自己的一头黄毛就出了办公室。 我一头黑线,转头问隔壁踢帅,这沙马特是在说我吗? 还没等踢帅回复我,这句话就被杀个回马腔的王副总听个正着。 王妍冷笑着一把掀翻我桌面上的文件夹,你被开除了。 我头上的黑线就差能凝结成实物了。 王妍见我不动,以为我是被吓傻了,嘴角露出三分讥笑,三分嘲弄,四分漫不经心。 姓林是吧?我看你好多次了,几乎每次你都在工位上发呆。 说把她站起来环视一圈,颇有几分杀鸡儆猴的样子。 把人事的小沈叫过来,现场给她办离职。 从今天开始,所有上班摸鱼的员工发现一次扣一百块钱。 刘经理看了我桌面上喝了一半的车梨子奶酪,随后也发出一声吃笑。 小林啊! 我就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你还小,自然不懂,正好今天就当王总给你上了一课,你也多学点。 周围的同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目光齐齐投向王岩。 王岩以为自己的英明神武震慑到了他们,高傲地像个打鸣的公鸡。 只有我知道,新年活动策划一直都是以我为中心进行的,这时候把我裁了,搞不好新年活动都无法上线。 王总,资料都准备好了。 王岩冷笑着将沈娇手上的文件摔到我的面前,虽然你是因为工作能力不行被辞退,但好歹也在我们公司待了几年,就再给你两个月基础工资,签字吧。 我淡定地站起来将文件拿起,随后更重地摔到桌面上。 王副总,哦,不对,是王二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高中都没毕业吧? 怎么,到了自己爸的公司,就变得文武双全,学会耀武扬威了? 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开除我? 王岩气红了脸,你,你,你。 我一把,打开他指着我的手,没事多读点书,别指会你你你。 周围同事忍不住笑出了声,王岩一个眼神横过去,周围瞬间又安静下来。 王岩显然是被气急了,声音都带着怒意,林兮兮。 你说什么都没用,今天这离职申请,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刘经理在身后附和着,哎呀,小林啊,王总都给你两个月工资了,你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看着这两个一唱一和的人,被气得捏紧拳头。 走就走,有你这样的老板,你以为我还想留下来? 随后,我拿起桌面的文件,便要签字,踢帅却一把按住了我要签字的手。 我的脑子瞬间清醒许多,只看着合同上的条条框框。 王岩以为我要后悔,急忙开口催促道,你快签啊。 我不紧不慢地提出了两个条件,王岩丝毫不在意身后小沈的眼光, 一口便答应下来。 刘经理见我淡定地重新打印协议,然后签字,嘴角也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签完后,我将副本一把收入包中,在众人的眼光中推门而出。 入职三年,第一次提前下班,我难得地去超市逛了逛,最后提了两瓶啤酒,悠悠闲闲地回了家。 刚到家,便见公司小群数十个我的消息。 小西啊,你真的不干了吗? 西姐,我们早上开会说的那个方案还做吗? 还做什么?等着写资质报告吧。 我懒得看,退了出来,随后看见批帅发来两条信息。 你就这样签了离职协议,难道真的要便宜那个姓王的吗? 而且马上就要上心了,你现在走不是功劳都没了。 我笑着将手机关闭丢到一边。 从小我就宅得很,所以当初考试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信息工程专业。 大学毕业后,我也不想和各种优秀的人内卷大厂,就选择了辉工游戏这样不上不下的公司。 进入公司后,便进入到这个项目组。 当时这个项目只有一个概念,我和批帅还有滔滔熬夜了小半年,才终于将这个项目上线。 我对这个项目的感情很深,各方各面都几乎操碎了心。 以我的性格,若不是今日亡言击我,我应该会一直待在这个公司。 但批帅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在这个项目里,我也算是核心成员。 没理由在这个新活动和新玩法上线的最关键时期,亡言会突然对我发难。 想到此我给神姐发去信息。 神姐,明天想来找你一下,你有空吗? 神娇很快回复我,天中午,对面咖啡店。 等我慢悠悠地洗漱完吃完早餐,又慢悠悠地走到咖啡店,居然还没到中午的下班时间。 我懊恼地捶捶胸口,打工人,打工魂,早起的习惯一时间真改不了。 眼看时间还长,我打开小程序进入游戏。 这是一款经营类治愈小游戏,从一开始我就在其中加入了好友功能,不仅能交友,还能时不时地偷菜送资源,虽然这只占了很小的一个板块。 但玩过的,基本都会拉自己的好朋友进来玩。 也正是如此,自从这个游戏上线以来,日登陆人数不断稳固上升。 我想起之前做的新春活动方案,打算趁着方案实行之前给批帅送点资源。 没想到刚打开批帅的面板,程序直接闪退了出来。 我满头问号,询问电话还未打出,沈娇的声音便从头顶传来。 找我干嘛? 她还穿着昨天的那套衣服,见我愣神,自顾自便坐了下来。 本想客套两句,奈何我确实没这技能,只好开门见山地问她,王妍干嘛,要给我难堪,逼我辞职。 沈娇轻笑一声,王妍辞退你的理由很简单,她看了你的年终奖,觉得这也太多了,所以就想了这么个理由让你自己走,省一笔钱。 就这。 沈娇看着我呆若木鸡的眼神,嘴角都裂开了。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刘东想把自己的人从另外一个项目组调到这个项目组来,毕竟你们开发的这个游戏收益可是一天比一天高。 但你们组的人员都是很固定的,所以刘东就盯上了你,毕竟你一个女生,脾气又好,自然好拿捏一些,便在王妍的身边拱火,两人一拍即合,所以才发生了昨天的事情。 看着沈娇离开的背影,我默默地收回打电话的手,这比泄墨沙驴还不如,我又何必上赶着给自己找事做。 叮叮叮叮,我被手机闹得下意识做起,喂,您好。 刘经理虚伪的声音从话筒那头炸出来,小林,你现在马上过来。 我看看手机,凌晨一点过七分,你没搞错吧? 刘经理的声音带着威胁,我警告你,最好现在马上过来,不然的话。 我没回话,打开小程序一看,果然已经进不去了。 见我没动静,刘经理的声音彻底变成了气急败坏,林兮兮。 出了任何事,都是你的问题,我告诉你,你别想。 我翻着白眼挂断他的电话,郭躁。 昨天我就把协议给了大学的一个好朋友看,他说在协议里,并没有仔细标注我的工作内容, 并且我当时要求在协议中增加了两条,其中一条便是。 签署人字签订后,与辉公游戏将不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 有这条协议在,我根本不怕他们那三两句所谓的警告。 刘经理的电话再次打来,声音明显没有刚刚的愤怒。 小林啊,游戏出了一点小问题,这样吧,你现在过来,我给你五百的酬劳。 我听到他这个话,直接被气笑,你有病吧? 我都离职了,还给我打电话。 再说了,五百块,你瞧不起谁呢? 哦,忘记了,你那个老板不是说女的懂什么吗? 五百块我确实不懂。 你去找懂的人吧。 不等他再说,我抬手直接拉黑关机一条笼。 等我美美地睡醒,阳光已经透过窗帘洒到了脚边。 温暖的光带着些许的灰尘,随着我起床的动作在空中悬出一个完美的圆。 我才发现,其实生活也并不只有工作而已。 吃完早饭我这才打开手机,映入眼帘的便是批帅发来的信息。 我也不干了。 昨晚游戏出了bug,上面要我们十五分钟内搞定。 我提出回答,暂时不上心,却被亡眼指着骂了个狗血淋头。 他说我就是想偷懒,还说要扣我的奖金。 我差点和他打起来,所以他一气之下就把我也辞了。 随后便是可爱猫的两个表情包。 其实,我是故意惹他们的。 嘿嘿,这种傻子外行老板,天天只会刷视频,也不懂他老爸怎么想的,居然还让他当副总。 希希,你搁哪儿了?醒了给我发信息。 信息的最后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 我回了一个地址后便再度刷起手机来。 有可能是因为这事情发生在半夜,所以影响的用户并不算太多。 小游戏的评论区还好,评分也没有下降。 只不过游戏论坛里多了一篇帖子,大多数都是在问昨晚出报寇的补偿。 我翻了许久,发现并没有礼包补偿什么的。 新年活动也依旧在预热中。 现在轮到我疑惑了,手机屋的震动起来。 看着乱七八糟的尾号,我果断按了接听。 一道好听的男生透过话筒传出来, 林希希小姐是吗?快递放楼下就好。 男生沉默了一瞬,我是星瑶的老板高清, 我想给你一份工作,工资嘛,你自己提。 我也沉默了,不是说星瑶已经倒闭了吗? 而且马上要过年了,我打算过完年再说。 那就一百万? 原以为高清会直接挂断电话, 没想到他只是犹豫了一瞬间, 便开口让我下午来公司面谈。 现在轮到我傻眼了, 我颤颤悠悠地开始搜索星瑶, 害怕他们是那种工作三个月便要带我们出国旅游的公司。 没想到星瑶代理的游戏居然还挺多的, 但这样的公司为啥瞧上我? 我带这个疑问来到月洞大楼楼下, 迎接我的是一个知性的长群美女,林兮兮吗? 往这边走。 我疑惑地指了指大楼, 你们公司不是在挥公游戏的楼上吗? 长群美女微微一笑, 公司发展得太快, 那里又太小, 所以我们今年搬到了对面那栋楼。 我付费不已, 刘东嘴里果然没有一句实话,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得连好意思说别人倒闭了。 高清西装革履, 略有几分网红大叔的气质。 我一身黑色羽绒服及黑色棉裤, 站在他的对面显得格格不入。 我就开门见山了。 见我点头, 高清将自己的笔记本转过来, 是一个小游戏的概念。 这个年薪对于你来说有点高了, 但如果你能自己组一个小组, 三个月内将这个项目落地, 那你们小组成员的总年薪算作一百万。 我仔细查看着笔记本中的核心玩法, 玩法并不难, 如果有人来帮我, 三个月落地应该不难。 对了, 我想起批帅说的辞职信息, 站起来便给他打去电话。 片刻后, 我回到高清的办公室。 高总, 合作愉快。 在原先那个项目组中, 现在还在的核心成员便只有滔滔了。 原本我打算将这件事也告诉滔滔, 但一想到他刚刚得了孩子, 还是叹口气将手机收了回来。 有了孩子后, 各种责任和压力都会更大, 他在挥宫游戏好歹还有生育福利, 而且搞不好因为只剩他一个人了, 还会给他涨工资。 如果现在把他挖过来, 若是赌赢了, 那自然好。 但若是赌输了, 我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后果的。 林兮兮, 你还敢到这里来? 王妍的那头黄毛杂乱不堪, 身上还带着浓浓的烟酒味。 我双手插兜, 理都不想理他。 谁知王妍居然快不拦到我的面前, 林兮兮。 你是不是走的时候动了什么手脚? 要不是你, 游戏怎么可能会崩溃? 周围的行人并不多, 但听见王妍的话, 还是有很多人围观了过来。 我看着面前的王妍, 长期的酒色生活让她的黑眼圈比我都重。 办公室可都有监控的, 再说了, 我走的时候动没动手脚你不是全程看着吗? 王妍冷笑一声, 谁知道你是不是远程入侵了系统, 植入了病毒什么的。 周围的人大多也是在信息公司上班的, 听到王妍的这句话, 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笑。 王妍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但看到周围人的反应, 他恼羞成怒地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屁股传出一阵阵的疼痛, 我的眼泪直冒, 正想冲着他的小腿踹过去。 高清的身体却突然横在了我们之间。 小王总, 你无缘无故殴打员工, 是觉得自己太有钱了吗? 这顶帽子扣得很大, 周围不少人也纷纷掏出手机, 开始录像。 王妍气急败坏地指着高清, 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再说了, 是这个贱人先动手脚的。 高清疑惑地嗷了一声, 示意王妍继续说下去。 王妍想也没想, 指着我便骂道, 要不是这个贱人黑了我们的程序, 我们的小游戏怎么可能崩溃? 高清皱眉看着他, 你们挥宫的那个游戏崩溃了。 王妍点点头, 随后终于意识到不对, 又急忙摇头道, 没有, 怎么可能? 周围不少人都是知道我们那款游戏的, 看见王妍这个样子, 哪里还有不清楚的, 纷纷交换起眼神。 王妍急了, 又不知道怎么做, 只能再度将枪口调转向我, 是不是你干的? 你说? 我看向王妍急红的双眼, 下意识地挡住自己的脸。 但疼痛感却没有传来, 我小心地睁开眼, 只见高清死死地抓住王妍想要挥出去的手。 够了。 高清笑着看向来人, 脸上挂起和煦的微笑, 王总来管教儿子了。 王妍瞪了王妍一眼, 随后示意深厚的周经理上前收买刚刚拍视频的人。 高总今天怎么有空出来散步? 高清看着周经理一个个地转账删视频, 也不阻拦, 只是轻轻地将我拉起。 哪里是散步, 纯粹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王前冲我轻轻地点点头, 这孩子太冲动了, 临工不要生气。 我昨天便听说了公司的事, 谁知道紧赶慢赶, 还是没来得及, 让你受委屈了。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空, 我们谈一下。 我忍着心中的恶心往后退两步, 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王妍微微一笑,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之前的年薪应该只有十几万, 这样吧。 我给你每个月涨两千的基本工资, 其他的奖金另算, 就当赔罪, 如何? 我缓缓开口, 不好意思啊, 有人给我开了更高的价格。 王前的脸上出现一丝裂痕, 脸上的职业微笑都快撑不住了。 王妍见此立马冲上来, 你想得美。 我告诉你, 林兮兮, 你被封杀了。 你别想再找到任何游戏公司的工作。 高清像看智障一样看着王妍, 你来封。 王前再也站不住, 瞪了周经理一眼, 便回了公司, 就像生怕别人知道这是他儿子一样。 高清找来司机送我, 等待的过程中他缓缓开口, 若是你想报警或者起诉他的话, 我可以帮忙。 我揉揉自己的屁股, 说破天, 这也只能算寻衅滋事, 王前两个钱就把它放出来了, 没多大意思。 不过我也不是白挨打的, 这件事他肯定会付出代价。 高清好笑地看了我一眼, 你打算怎么做? 高清人挺不错的, 对我又很实诚, 没有像王前一样哗哗绕绕的。 我微微凑近高清, 高清的身子也微微向我这边歪了歪。 我做新年活动的时候, 有一个坑, 若是想上新玩法, 那么这个坑是肯定避不开的。 不过若是他们不上新玩法, 这个坑也会一直在那里, 够让他们查的。 高清摸摸下巴。 看来我以后得对你们好点。 我兴兴地挠挠脑袋, 老板放心, 一般我不会故意这样的。 见他不信, 我只好和盘托出, 当时我喝奶茶时, 思考的就是怎么把那个坑给填上, 谁知道王妍突然跳出来, 就把我裁了。 所以那个坑。 高清笑着接到, 所以那个坑就变成石头, 砸他自己的脚了。 我们对视一眼,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站在楼上的王前, 看着我们两人在楼下谈笑风声, 气得一巴掌就甩到了王妍的脸上。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 你只知道省下那笔年终奖, 你也不想想别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终奖。 王妍捂着脸也气愤, 那刘东自己也说, 林熙熙一个女的, 要不是搭着批帅。 行了, 丢人丢的还不够啊, 还不去看看新年活动到底能不能上。 王妍虽然不服, 但见王前确实生气的脸, 也不敢再作声。 我和批帅在一家咖啡厅里见了面, 两人还没说几句, 刘东的电话便疯了似的打进来。 我俩对视一眼, 都在对方眼里看出了笑意。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出意外了。 果然小群早已经闹翻了天, 游戏不仅仅崩溃闪退, 还有很多人直接打电话给公司客服, 反映说自己昨天刚刷到的资源, 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不仅如此, 不少人仓库里的种子数量也对不上。 这可不是小事, 怪不得刘东如此焦急, 还换着电话给他打。 批帅学我一样, 挂断拉黑一条龙。 他的手机不响了, 我的手机却突地响起来。 是王前, 你接吗? 我看了批帅一眼, 抬手打开扩音。 林宫啊, 你走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做工作交接吧? 这样吧, 不如你现在过来把工作交接做了, 以后呢我也就不会再打扰你了。 我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 我走的时候是签了协议的, 协议中并没有提及 我需要做工作交接这件事。 需要我把副本给你传过去看看吗? 王前呵呵一声, 那这样吧, 你看你现在过来做一下技术顾问如何。 好像不太行, 毕竟我已经在别的公司入职了, 现在到你这来当个技术顾问, 我怕我老板会有意见的。 连续两次地拒绝, 王前的声音再也没有刚刚地稳重,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 我捂着胸口阴阳怪气, 我好怕呀, 你们真的要封杀我吗? 王前冷哼一声, 你以为高清能护着你。 我告诉你, 要让你在这个城市待不下去, 我多的是方法。 我呜呜两声, 要真是这样, 我就只能去考工了。 你。 批帅忍不住笑出了声, 电话挂断的声音伴随着批帅的笑声。 怪好听的。 游戏的评分在两个小时内下降了0.5, 听说王岩头上的黄毛都快变成焦虑了。 只是苦了滔滔, 一个人带着刘东带来的那个刘公, 抠破脑袋终于又回了档。 两次的回档让不少人直接选择汽油, 毕竟这种类型的小游戏也挺多的, 若是游戏一直回档, 那还怎么玩? 滔滔躲在厕所, 悄悄给我打电话, 西西啊, 你是不是挖了个坑啊? 她比我大三届, 刚进公司的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我思索了一下, 开始跟她说我的想法。 滔哥, 你去找王钱, 说有个坑在哪里, 但是一时半会找不到, 所以你要加班加点, 并且因为小组成员走了两个, 你的工作压力直线上升, 你要求涨工资。 王钱如果给你涨工资了, 我就告诉你。 等了半晌, 滔滔似乎都抽完了那根烟, 她才终于回我, 那我去问问。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滔滔发来信息, 王钱同意给我涨工资。 还有啊, 你要小心她, 我刚刚去的时候, 听见办公室还有其他人, 他们商量的好像是关于你的事情。 我妈撒着手中的咖啡杯, 没关系, 你先去想想办法处理你自己的事。 如果真要对付我, 那应该就是要从合同以及协议方面入手了。 想到辉工集团那个眼神像刀的法务。 我估摸着还是要去找个帮手才行。 左思右想, 高清那张脸呼得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既然是老板, 那为了项目推进顺利, 帮个忙应该是可以的, 对吧? 其实, 我自己也有点不确定, 所以推开门的时候, 直直吾吾了半天没说清楚。 高清也不急, 等我实在说不下去了, 这才招呼我过去。 你是想说, 辉工针对你向我们发起的商战吧? 等等, 商战。 我满脸震惊地往高清身边走去。 满脑子都是各种高端技术卡脖子 或者直接经济压制的画面。 高清将手机朝向我, 只见一个女主播撕心裂肺地告诉 办公桌后面的男人。 刘总, 我们的技术人员都被对面摇摇公司挖走了。 男人满脸沉痛, 你再说一遍。 女人捂着胸口, 她们窃取我们的技术不成, 便花高价挖走了核心人员。 现在我们游戏出了问题, 用户全都要走了。 男人一拍桌子, 不能让他们得逞。 说吧他回头看向远方, 送。 给每个用户送我们最高级的物资, 只要我在一天, 就绝对不会让这个游戏停服。 后面便是介绍游戏的画面和玩法。 我看得脚趾扣的, 为自己刚刚的想法感到尴尬。 高清又下滑一个视频, 是类似但不同人演的剧本。 他看得津津有味。 我却实在忍不住, 伸手过去锁上了他的手机。 高总, 这就是你说的商战。 高清扎舌, 你不懂, 高端的商战往往采取最低端的方式。 我的眉头皱起, 正想开口嘲讽, 手机呜呜地震动起来。 高清示意我打开看看。 手机开始疯狂弹出各种验证码信息, 接着便是各种销售电话开始响起。 啊, 这, 还不止, 我原先的账号下面突然挤进了一群游戏的粉丝。 大多数都是辱骂我, 害得他们刷到的东西都没了。 游戏论坛里更是出现一条帖子, 爆破星瑶, 赶走林兮兮。 虽然我知道这里面大多数是灰宫顷的水军, 但肯定会有一些不知情的玩家被带着走。 所以这一波, 如果不抓紧时间阻止, 星瑶和我的公信度会直线下降, 可能对我们以后发行的游戏都有影响。 真高端的商战往往采取最低端的方式。 我将手中的资料略作整理, 打算发一个澄清公告, 但转念一想, 它这样虽然带有引导的性质, 但也并不能说就是针对我, 就算到时候我将他们告上法庭, 他们也可以解释这只是广告剧本, 而那篇帖子也只是不知情的玩家发的, 怎么扯都扯不到他们公司头上。 但如果不让他们栽个大跟头, 我又实在心里不爽。 高总,帮我一个忙吧。 高总挑眉, 兴致勃勃地看着我。 是这样的, 既然他们要这么玩, 还请水军, 那我们也这么玩, 并且也请一些水军, 但不是公鸡徽宫的, 而是, 高总听完, 伸手指了指我, 以后可不准这么对我呀, 不然我吊死在你家门前。 星瑶公司的官博 很快也发出一个视频, 不仅如此, 其他平台也陆续出现广告。 我重生了, 重生在被公司裁退的这一天, 上一试。 我现在不叫星瑶, 请叫我扭护路遥。 视频的后面是星瑶公司的另一款同类小游戏, 水军也开始铺天盖地的空庭。 谁懂啊, 家人们, 玩这个游戏玩到停不下来。 昨晚老婆玩了一整晚, 今天我也来下载看看。 我看着短视频下面的评论, 很多不知情的人停下了脚步, 似乎在愁愁到底要不要再继续跟风。 因为之前灰宫造的事, 所以现在星瑶几乎没有买什么流量, 视频的点赞和游戏下载的数量 就已经在蹭蹭往上涨。 灰宫那边, 王前气得摔了好几个杯子, 把公司的运营叫到办公室里来骂了个狗血淋头。 几个运营面面相去, 心里骂得很脏, 但面上还是只能点头, 好的, 我们收到。 王妍冷着脸翻阅着星瑶视频下的评论, 突然他看到一条评论。 如果说星瑶真的挖了灰宫的技术人员, 那这两个游戏这么相似, 星瑶真的不是抄袭吗? 这条评论点赞数量不多, 需要往下翻两页才能翻出来。 王妍却像看到了宝贝, 呼得站起, 一拍脑袋, 坐在办公椅上生闷气的王前, 被他吓了一跳。 你想干嘛? 王妍举起手机, 就给自己的老豆看评论。 你看,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告星瑶抄袭啊? 王前本来期待的眼神翻了个白眼, 市场上那么多同类游戏, 我们既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们凭什么去搞他们抄袭? 但很快, 他又想想起什么, 用力地一拍大腿。 但是高清把林熙熙挖过去了呀, 林熙熙现在加入了那个游戏, 不仅可以说他抄袭, 甚至可以说他出卖公司的商业机密, 还违反了竞业限制。 王前越说却开心, 连忙把公司的法务叫了过来, 快点, 我要起诉林熙熙和高清。 王妍感觉自己终于有了作用, 垂下的头再度昂了起来, 一头黄毛在阳光的照耀下, 让他看起来仿佛一只即将前往斗兽场的熊狮。 但这头熊狮很快被一巴掌打翻, 还站着干嘛, 赶紧去找对面那个江青啊。 哦。 王妍尴尬地往楼下走去, 走到一半时, 她的嘴角露出笑意。 迅速地在自己的平台上发了一份通告, 针对林熙熙出卖公司机密, 违反敬业限制, 本公司决定起诉林熙熙和高清。 发完后, 她的嘴角露出三分嘲讽, 三分戏谑。 林熙熙, 我说了封杀你, 就一定要封杀你。 王妍尴尬发的那篇公告, 很快被摸不着头脑的其他人发现, 很多网友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 瞬间涌入星瑶的官博, 开始输出。 就在这时, 星瑶的前台江青, 也突然在自己的官博上开始发言。 我就是说, 为什么高总以前总是喜欢 往灰宫游戏那层楼跑? 原来是。 她说得模棱两可, 但这似乎成为了不少人 在黑暗中指路的火把。 眼见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涌入星瑶各个平台的官方账号下。 高清和我坐在办公室 开始将准备好的资料一一放出。 首先便是我入职星瑶的时间 和那款游戏上线的时间。 时间上可以明显看出 星瑶上线这款游戏的时候, 我正在挥宫当牛坐马, 根本不可能参与到游戏的任何一个方案中。 其次便是星瑶与我签订的合同。 合同中明确表示, 我入职星瑶是与其他人一起开发一款新游戏。 和星瑶代理的其他游戏并无直接联系。 星瑶现在的热度很高, 所以高清在发完后 顺便将那款游戏的海报发了出来。 海报发出的瞬间便得到了百万次的点赞。 不少我那款游戏的粉丝表示期待, 但很快有人发出了疑问。 就算不存在泄密和抄袭, 但你们也不能再上新的这种关键时期去挖人吧, 这样太不厚道了。 就是,而且你们这样做, 也相当于违反了敬业合同吧。 眼见热度差不多了, 我直接在星瑶的直播间开启了直播。 大家好, 我是辉宫游戏曾经的一员, 我叫林希希。 直播开启后, 不少人涌进来, 还有不少营销号站在前排吃卦。 我自大学毕业后便加入了辉宫游戏, 开始做之前那个游戏的开发。 可以说, 那款游戏就像是我的孩子, 是我看着成长起来的。 但就在一个星期前, 辉宫的副总王炎, 也就是总裁王前的儿子, 突然以我上班喝奶茶为由, 将我辞退。 当时他骂得很难听, 我也就一气之下签订了离职协议, 并不是像辉宫所说的是高清挖墙角, 这件事不少人可以给我作证。 说完我拿出当时签订的离职协议, 将它整齐地递给了坐在一旁的法务。 法务仔细翻阅后, 冲着直播间的观众点了点头。 弹幕很快发出疑问, 就算这样, 你也是违反了敬业协议啊。 法务看着弹幕, 微笑着开始解释。 且不说林小姐离职的时候, 没有签订敬业限制协议, 就算她签了, 但灰宫游戏并没有给予林小姐任何的补偿, 所以即使是打官司, 林小姐依旧会是胜诉的一方。 可能因为法务说得太过专业, 直播间一时间, 竟然安静下来。 我笑着冲直播间, 那头的网友开始说道, 简单来说, 敬业限制协议并不只是签了字便算数。 如果你签了敬业限制协议, 那么公司是每个月都要给你补偿的。 但灰宫辞退我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想给我年终奖, 所以你们想想, 他又怎么会给我敬业补偿呢? 既然没有敬业补偿, 那便不能限制我就业。 我刚说完, 弹幕瞬间刷了起来, 不明觉历, 又学到了。 我没听错吧, 因为不想给年终奖, 所以把开发组的核心成员辞了。 这老板有毛病吧? 更有不少人开始刷起灰宫游戏前两天崩溃的事情, 表示这种老板代理的游戏肯定不长久, 大家就别往里面冲浅了。 眼见越来越多的弹幕开始吐槽, 甚至有不少网友跑到王岩的官博下询问真相。 王岩再也坐不住了, 抠破脑袋的他将刘东拉了出来。 刘东不过是狐假虎威的直老虎, 哪里能接住这么大的招? 没办法的他耿着脖子开始替王岩澄清。 是这样啊? 你们都被林熙熙骗了, 她根本就没什么真本事, 灰宫那个游戏的代码主力是我们公司的滔滔, 还有批帅。 林熙熙只是作为助理帮助他们两个人罢了。 再次听见这句话, 我没有了当初的愤怒, 只是笑着打趣道, 是啊, 你们副总自己也说, 女人懂什么程序, 还不如回家带孩子。 这款经营类的治愈系小游戏 本来就是女性玩家的占比高。 如今听见这句话, 玩家们瞬间火上心头。 不仅在线人数直线下降, 灰宫游戏的评分也陆续掉到3.0, 差评更是漫天飞。 对比灰宫游戏, 星瑶这边则好的不能再好。 我看见直播间外的策划脸都要笑烂了。 王前见事态发展成这样, 咬着牙踹了王炎一脚。 你又自作主张搞这些事, 我被你气死了, 从今天开始, 你别来公司上班了, 自己去打工去。 王炎不可置信地看了王前一眼, 爸, 你不能这样。 王前看着运营递给他的单子, 忍不住又踹了王炎一脚, 别叫我爸, 我养不起你这么贵的儿子。 王炎再次趴到王前的身上, 爸, 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王前恨铁不成钢地瞪了王炎一眼, 随后叹了口气, 将自己手中的纸条递给运营。 你就照着这个去发。 很快, 徽宫再次发布了一份声明。 声明中, 徽宫承认了一部分错误, 但是针对王炎说的那句话, 坚决不认。 高清跑来问我, 要不要把王炎推我的视频放出来。 我有些诧异, 那个视频不是都删了吗? 高清瞟我一眼, 你以为我这个老板白当的。 我看着这个视频, 犹豫了。 要是这个视频发出来, 那徽宫游戏肯定会遭受重创, 不仅是玩家的离开, 员工可能也会陆陆续续地走掉, 到时候, 徽宫可就真成一个空壳子了。 高清明白了我的想法, 你是在担心滔滔? 我点点头, 虽然说只是同事, 但也算我半个师傅, 他如今家庭压力大, 我实在不想做得太绝。 高清摸摸自己的下巴, 话虽如此, 但我是老板, 而且徽宫居然还挖我们家的前台。 我就说公司的发财数怎么死了, 肯定是那个前台浇了开水。 高清越说越气, 不行, 我忍不下这口气, 我连忙上前劝他, 别冲动, 别冲动。 不如这样吧, 要不等滔滔拿到了年终奖, 过完年了, 你再把视频放出来, 到时候借着热度宣传一下我们的新游戏, 也正好顺理成章地把它挖过来。 对了, 还有一个运营小姐姐, 她做的方案也是相当不错的。 也一起挖了, 高清听得连连点头, 最后皱着眉指了指我, 哎, 我说, 你是不是比我过分一点? 我笑着恭维道, 哪能啊, 我只是想到滔滔最会照顾职务了, 搞不好到时候公司的发财数越涨越高呢? 高清笑着看向我们, 从手机里赚了三千 给刚刚控厂的运营。 既然都这么定了, 那你去给大家买点奶茶庆祝一下, 记住, 别买太便宜的, 不够再找我要。 我可不怕吃一杯奶茶的亏, 一直坐在角落的批帅冲高清, 竖起了大拇指, 随后似是吃醋一般, 推推我的肩膀。 可以啊, 我原先一直担心灰公会把我也抱出来一起说, 所以一直等在这里准备澄清, 没想到居然只抱了你。 哎, 看来我不中用啊。 我没好气地回推了他一下, 行了呀,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 你是不知道我的手机差点被骂得震成筋膜枪了。 批帅暧昧地逆了我一眼, 你说什么? 我一巴掌拍到他的脑袋上, 说什么, 还不喝了奶茶去工作, 一百万你还想不想要了? 批帅揉揉揉自己的脑袋, 那还是走吧, 搞完工作好过年呀。 故事二, 高考前一个月, 学校要改建图书馆, 请了一众泥瓦匠师傅。 我穿着一套沾满水泥的工装, 跟在我爸身后进了校园, 彼时我已休学三个月, 这次回来, 是为了给学校图书馆刮腻子, 还没开干呢, 迎面就撞上了江城, 一个学习和人品都不咋样的顽固。 哟, 这不是助渔吗? 当初要是跟我好, 也不至于现在受这个扬罪。 嘖嘖, 你马匠啊, 亏你干得下去。 我手握两把刮刀擦擦擦, 将逆子来回腾挪着, 手势熟练, 我可是有两把刷子的, 即将要触碰到学校的天花板, 绝不会给学校抹黑。 校长见了, 我都得喊声师父, 你算老几, 我跟你好。 我用鼻孔瞅了江城一眼, 一脸不屑地跟在装修队后, 进了图书馆。 江城直接傻了, 围观的同学们也都惊呆了。 也是, 他们怎么会见过我这么流畅的 瓜逆子手法呢? 姐就是女王, 自信放光芒。 方才那一幕被人拍下来, 发到了学校论坛上, 于是我火了。 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 整个高三步的神经都紧绷着, 我的出现, 极好地活跃了气氛。 笑死, 这是什么极品奇葩? 啊, 咱就是说她的话, 简直让人无从反驳。 我还是第一次见江城吃瘪的样子, 楼上的, 第二次了, 上次也是这女生拒绝了江城的表白。 还说, 以自己的能力可以保送, 江城配不上她。 保送兰祥, 我干了一上午的活, 停下来休息, 饶有幸为地刷着论坛, 顺手回复了几条。 保送清华, 主修物理, 选修设计, 爱好刮逆子。 哎, 不上清华, 就得回来继承家业。 家族企业就这点不好。 顶着我真名著余的ID和自拍头像, 我的回复一发出, 就被顶到了最上面。 几百条消息都在嘲讽我, 说我的梦做得很大胆。 我很迷惑,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我正准备继续解释呢, 老熟人来了, 是我的同桌, 许慧。 祝鱼, 好久不见哪, 你好辛苦。 实在困难的话, 就跟我说, 我能帮你的。 或者有什么需求, 也可以告诉我。 许慧小心翼翼地躲避地上的灰尘, 仿佛高高在上的公主, 在慰问偶遇的丫鬟。 她身后的闺蜜团们纷纷捧场, 开口就是挨压, 慧慧你也太善良了。 那你帮我点一杯喜茶的牧场酸酪牛油果吧, 少冰少甜谢谢了。 我用手背擦擦汗, 摆出一个微笑。 许慧有点发愣, 反应过来后, 脸色有点尴尬起来, 因为她没有钱。 就在三天前, 她爸爸的公司面临破产, 家里车房变卖, 首饰出售, 她的零花钱也被停了。 是的。 一向在学校里以附加千金自居的许慧, 现在连一杯喜茶也买不起。 你不会没钱吧? 我故作惊讶, 抱一丝啊, 我是不是点贵了。 说什么呢? 我们惠惠没钱。 你难道不知道惠惠家开多大公司? 真笑死, 别说一杯喜茶了, 就算是把店面买下来, 许家也不带眨眼的。 许慧闺蜜团们开喷了, 战斗力很强, 但似乎消息不够灵通啊。 助于, 你刮一天逆子能赚多少钱啊? 张口就是二十多块的喜茶。 你也不想想你的父母有多辛苦, 赚钱多难。 许慧沉着脸, 开始义正言辞地教育我。 我看看手里的刮板, 再透过窗户看看隔壁藏书室的我吧。 你说得对, 我们家赚钱不易, 但你家容易, 不然你给我点花。 我嘻嘻笑着, 神经病, 许慧白了我一眼, 转身要走, 穷鬼, 怪不得你只能在这刮腻子。 啊, 对对对, 我是穷鬼, 我连杯喜茶也买不起。 我好自卑啊, 求求你不要再说了。 我夸张的音调吸引了不少同学的注意。 这时, 我爸端着保温杯过来了, 咋了闺女。 她戳了一口茶, 顺便呸地吐了片茶叶渣。 其动作之放纵不羁, 让许慧皱起了高贵的眉毛。 这是你爸呀。 嘖嘖, 这就是你说的家族企业, 你们也就配喝这种破茶叶。 我爸疑惑地低头看了看保温杯, 表情很费解, 似乎在想, 老班章很低等吗? 许慧更得意了, 眉眼间更是不屑, 刚刚助于说想买喜茶呢, 这不是你们这个阶层能消费的东西, 像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工人, 喝点白开水就算了。 我爸的表情更迷茫了。 他掏出手机查着什么, 两分钟后抬起头来, 闺女, 等今天的活完试了爸给你买喜茶, 爸都问好了。 一家子穷鬼, 许慧冷哼一声, 转身走了。 我爸还在那自言自语呢, 才三十万啊, 我还以为多贵呢, 吓我一跳。 什么玩意儿三十万? 我爸要买个店, 这不太符合我爸一贯的低调原则呀。 毕竟, 作为本市最大的设计公司和房地产公司老总, 我爸能低调到让我在学校因为穷而遭到语言霸凌。 自从我爸老朋友家的千金被绑架了, 他就担心得不行。 跟我说, 枪打出头鸟, 让我高中这三年在学校苟着点。 从穿衣打扮到学习成绩, 都要苟住, 不要张扬, 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导致我, 极住家唯一的独苗苗受到什么伤害。 于是我狗到被群嘲, 其实许慧也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最多就是阴阳怪气地拿我当参照物, 秀一下优越感。 请自行代入下场再提着声调那句我这身衣裳, 那可是苏绣。 嗨, 谁让许慧的衣服都是当季大牌新款, 而我的衣服上连个标也没有呢? 这倒是无所谓, 她说得在难听, 也戳不着我的心窝子。 不过我作为一枚青春期少女, 也是有自尊心的。 还曾想解释一番, 我妈说你这个牌子的衣服面料不好, 不是纯棉的, 所以不给我买。 但是她们笑得更加疯狂了, 还反问我那你为什么不上北大, 是因为不喜欢吗? 阿哲, 对啊, 我喜欢清华, 不过我没说, 毕竟以我一贯的成绩, 上个大专都费劲。 话说, 每次考试算着分数答题也是很辛苦, 不过这一切束缚很快就要解开了。 至于许慧嘛, 以后估计也见不着面, 但江城就十分可恶了, 他先是吊儿郎当地跟我表白, 被拒绝之后, 恼羞成怒, 大造黄窑, 说看到我放学后去了一家KTV, 估计是在里面坐台赚钱的。 他说得有鼻子有眼, 同学们半信半疑, 看向我的目光也充满了质疑和轻蔑。 在那之后不久, 我就休学了。 学校论坛上偶尔有人问起, 居然还有人说我被包养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谁的手笔。 诺, 这不来了吗? 我靠, 这么多土, 江城不小心一脚踩进了沙土堆。 那这点土够埋尼布, 我瞅他就来气。 注意你狗叫什么? 江城烦躁地跺着脚, 想把土抖掉。 我见人说人话, 见狗说狗话, 我蹭蹭刮了两下逆子, 趁我没把你胡墙里, 我劝你赶紧滚, 江城哪里受过这种气, 当即就伸着爪子过来了。 不过没等他捏到我肩膀, 就痛叫起来。 还是体育生呢? 跟个若鸡一样。 我爸一手捏住了江城的后脖子, 他瞬间疼得呲牙咧嘴。 放开我, 你这破农民工, 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我告诉你们, 感动我, 老子。 我听得心烦, 走到他面前, 顺手将刮刀上的逆子, 尽数抹在江城脸上。 江城挣扎着, 手忙脚乱地清理, 抹得满身都是, 嘴里骂骂咧咧。 没记错的话, 我刚才已经给过你脸了, 我无辜地瘫瘫手。 你们给我等着, 这个装修队是辅塘公司的吧? 哼, 你们老总可是我干爸。 江城一面放狠话, 一面擦着脸上的逆子走了。 爸, 这你干儿子, 我沉默半天, 莫挨老子。 我得罪了江城的事, 已经传开了。 江城放下的狠话, 也已经传开了。 再次回到教室, 我感觉无数道或同情或看戏的目光落在身上。 祝鱼, 你真的跟你爸去干装修了? 江城他爸可是个副局长, 你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 对啊, 你不高考了吗? 就算再穷, 也不能中途放弃学业啊。 说得有理, 我决定留下。 那就参加吧, 复习一个月, 拿下清华不是梦。 我信誓旦旦, 胸有成竹, 但回应我的只有切。 神经病。 这时, 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开会。 听说了吗? 是捐赠仪式, 咱们学校不是要改建藏书楼吗? 是一位老总级的校友前辈捐建的。 这是要在高考前完成仪式, 顺便讲讲经验, 给咱们做个考前动员。 谁呀, 这腰牛掰? 许慧, 不会是你爸爸。 老总级的前辈校友, 我好像就知道这一位。 许慧也正纳闷呢, 见问到自己头上, 愣了愣, 尴尬摇头。 就他家现在的情况, 还捐赠呢, 没发起众筹就不错了。 在校园列队站好后, 发际线感人的校长一脸喜色, 请出了那位老总。 西装革履, 肤色有黑, 一双眼睛灵力有神。 这人怎么这么眼熟? 怎么有点像助于他爸? 怎么可能, 你疯了吧, 他爸刮腻子呢? 不是啊, 你看那横幅上, 祝福唐先生, 他真幸祝啊。 同学们窃窃私语, 即便压低了声音, 我也能听见 他们语气中的疑惑和惊讶。 深厚的许慧更是震惊, 祝福唐。 祝于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还真以为我们爷俩 单纯是来刮腻子的。 拜托, 我爸是来拍纪录片的好不好。 至于我, 当然也是为了上个镜, 好表现一番女成副业的传承感而已。 祝于, 你爸爸是祝福唐。 为什么你从没说过? 许慧忍不住发问, 急恨又不解。 我不说了吗? 不好好学习就要回去继承家业的。 再说了, 我们刮腻子的, 你也看不上吗? 许慧的表情很难看, 不过更难看的还在后面。 散会后, 已经到了放学时间。 我送我爸出去, 迎面走来一个衣冠整洁, 但满面愁容的中年男人。 那人一见到我爸, 就点头哈腰地凑上来, 大呼助总, 见您一面真是难于登天。 身后的许慧诧异地惊呼, 爸爸, 你怎么来了? 嗯, 原来这就是他爸, 许知远。 看来, 他是借不到钱, 是不罢休了。 祝总, 能否有幸请您赏脸吃个便饭? 许总脸上的褶子都恨不得透出蜜来。 当着众人, 许慧的脸上有点挂不住。 爸, 你干嘛呢? 这么多人? 是来借钱吧? 我爸忽然开口。 许氏集团的事我都听说了。 祝总, 我只需要一千万, 就能周转, 就一千万, 许总眼前一亮, 顺手将许慧扒拉到一边, 期待地看着我爸爸。 一千万, 爸爸将目光转向我。 闺女, 你觉得呢? 我笑笑, 在许知远疑惑的目光中掏出手机。 这是你爸呀。 泽泽, 这就是你说的家族企业。 你们也就配喝这种破茶叶。 这不是你们这个阶层能消费的东西, 像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工人, 喝点白开水就算了。 一家子穷鬼。 许慧盛气凌人的辱骂被大声宫放出来。 许慧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但许知远的脸色已经变了又变。 敢这样指着我爸鼻子骂穷鬼的, 他女儿还是第一个。 祝总, 这, 小孩子不懂事,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计较。 许知远的神情愈加千功, 就算是看向我, 目光也隐约透着讨好。 毕竟, 这关系到他整个许家的兴衰。 可惜许慧不懂, 甚至看到他爸如此委屈求全的样子, 觉得有些丢人。 祝于, 你居然偷偷录音。 小人, 明明是你自己整天穿得像叫花子一样, 还怪别人看不起你。 爸爸, 我们走, 别求他们。 啊, 爸, 许慧的话还没说完。 脸上就挨了货真价实的一巴掌。 许知远愤怒地瞪着许慧, 气得胸口剧烈起伏着, 你给我闭嘴。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你这个赔钱货? 扫把星? 我们家已经要破产了。 你爸才是那个叫花子? 估计是连日来巨大的压力无处释放, 许知远突然间暴怒崩溃, 像是终于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 往日叱咤风云的集团老总, 如今为了借钱,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低声下气, 最后却被骄横的女儿彻底搅黄。 而许慧, 她已经傻了。 从小金尊玉贵的她, 怎么都想不到, 在那么多同学的围观下, 她引以为傲的父亲会打她, 还说出了叫花子的话。 周围已经有很多同学, 举着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想必不出半个小时, 学校论坛上又要掀起新一波的热议了吧。 真不知道以这位大小姐的脾性, 能否受得了这样的落差。 许知远自知眉气, 沉着脸走了。 走之前, 看着无脸哭泣的许慧狠狠交代, 好好学习, 高考是你唯一的出路了。 爸已经没有多余的钱, 给你请家教。 看你自己吧。 许慧左夹红肿着, 眼睛蓄着泪珠,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我爸也装模作样地交代我。 不想学就不学, 要学累了就睡觉傲, 使尽干饭保持睡眠傲, 挨学上不上的无所调位, 到时候直接回来 继承我的两把刷子。 说得很好, 下次别说了。 我转身往教室走去,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高考了, 教室都快被试卷给盖住了。 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把那些试卷扒拉开, 自顾自地趴下休息了。 哎, 听说了吗? 许慧家好像快破产了。 早知道了, 你看论坛, 他爸对着铸鱼爸 那副卑躬屈膝的样子。 真不敢相信, 铸鱼这算半猪吃老虎吗? 风水轮流转呗, 许慧以前整天阴阳铸鱼, 铸鱼真是个好脾气的。 嘖嘖嘖, 我看他是不会再忍了。 教室里锅躁得很, 我掏出耳机赛上, 嗯, 清静了。 只不过许慧看向我的目光, 嘶, 仿佛想刀我。 我以为今天过后, 江城和许慧两个人 就算不跟我道歉, 也总该学乖了。 但很遗憾, 他们没有着这个觉悟。 无法在家事背景上攻击我, 他们就开始贬低我的学业。 说我是学渣里的学渣, 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还讥讽我 与其在学校浪费一个月的时间, 不如早点回家练练酒量, 以后好谈生意。 我也不知道许慧到底哪来的气焰, 明明他爸已经焦头烂额, 快要带着全家跳河了。 听说从高一开始, 他就请着月薪一万的家教老师, 每天单独辅导, 直到这个月, 续不起费用了才停止。 就这, 许慧也就能勉强混个中外合资的本科而已。 江城嘛, 是凭着体育特长参加高考, 以他目前的文化课成绩, 想考个好大学,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老师, 助于上课总是吃东西睡觉, 打扰我学习。 我正迷糊着, 许慧疼地一下站起来, 我没睡啊, 我只是在闭着眼听课。 你上节课的物理试卷只得了三十四分, 你听什么课了? 哦, 前面的题太简单了, 我不想浪费时间。 我的话音刚落, 教室中哄堂大笑。 不信啊, 我给你们讲讲。 我也不困了, 当即揉了揉眼睛, 走上了讲台。 黑板上是物理老师正准备讲的题, 据说奥赛题难度很大, 就连全班第一的眼神里, 此刻都透着清澈的愚蠢。 我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气定神闲, 行云流水般, 讲了三种解题思路。 老师赞许地带头鼓掌, 频频点头。 同学们一个个震惊到, 嘴巴都合不上。 我回到座位, 继续趴下睡觉, 有不会的题在喊我。 呜呼, 原来做自己这么爽啊, 不就是碰巧备了答案吗? 蒙谁呢? 笑死, 有本事搞到高考答案啊, 讲个题给你能耐的。 许慧在一旁恨恨。 许慧, 你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做两道题。 考不上大学的话, 你爸可没钱送你出国。 嗨, 你说你, 当初要是请我喝一杯喜茶, 没准我现在还能劝我爸 借给你家起死回生的钱。 可惜, 你是千金小姐, 看不上我们这种低贱的泥瓦匠啊。 我说完打了个呵欠, 没理会许慧通红寒恨的双眼。 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一改从前学渣形象, 摇身一变成了顶级学霸。 各科的课堂上, 都有我口若悬河的身影。 同学们来请教, 我也毫不吝啬。 不出三天, 学校就传遍了。 高三部的学渣穷丫头, 休学三个月后回到学校, 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住家千金, 还是个学霸。 这放在整个校园论坛中, 都是十分炸裂的。 甚至还有高一步的学弟学妹们, 以我为原型, 在论坛大秀文采, 开始写小说了。 什么, 祝小姐, 你马甲又掉了。 什么, 重生后, 我是将烂泥扶上墙。 热度还挺高, 我自己也看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留个言纠正一下。 班里的同学们也对我充满了好奇, 纷纷追问我这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可是绝密天机, 比我五十, 我给你们讲讲。 我被几个平时关系还算和谐的同学围堵着, 大有不招不行的架势。 我说祝鱼, 你可是祝家大小姐, 整个安城谁能比你家有钱了? 我们这区区五十, 你能看得上啊? 就是, 你快说说, 到底是怎么变学霸的? 该不会是有什么秘书? 同学们越说越离谱。 旁边的许慧眉头紧皱, 双手捂着耳朵, 假装在背书的样子, 其实余光直往我这边瞟。 我见状完新大起, 当然是原因的。 来来来, 我给你们讲讲。 许慧不自觉地将捂着耳朵的手拿开。 我呀, 有一天忽然梦到了爱因斯坦。 他说, 看我根骨清奇, 可看大任, 就要把他的脑子传给我。 于是我醒来后, 就脱胎换骨, 仿佛重生, 以前不会的题现在都觉得很简单。 没等我说完, 同学们就一片虚声, 很是失望的样子。 许慧也一脸被耍的表情, 狠狠地瞪我一眼。 哎呀, 好了好了, 请大家喝奶茶了。 估计已经送到了, 咱们去校门口搬吧。 几个男生将信将疑地跟我去, 搬了整整两箱喜茶回教室。 哇, 这么多, 得多少钱啊? 助于你太大方了吧? 就是啊, 上次许慧可是连一杯也不舍得买呢。 教室里充满了吸管渣奶茶的声音, 还有对我的奉承, 以及对许慧的贬低。 不花钱的, 你们放心喝。 这个店是, 我爸给我买的。 许慧你怎么不拿呀? 是不是不合你的口味? 不好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你这个阶层的人应该喝什么。 许慧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爆发户, 就摔疏走人了。 其实, 我也并不是那么斤斤计较的人, 何况许慧只是说话不太好听而已。 就算不借给他加钱, 我也不会落井下石, 最多是嘴上过过瘾。 但许慧在经历了家中的变故后, 报复心变得很重。 我原本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高考前一天, 老师安排相关事宜。 而我加在课本里的准考证, 却不翼而飞。 没有准考证, 连考场都进不去。 就算我真的有爱因斯坦的脑子也白大。 同学们有人惋惜, 有人看戏, 但大部分都很热心地帮我就近翻找。 许慧在一旁不冷不热地嘲讽, 连准考证也看不住, 还说什么清华大学, 蓝翔都不要你。 我没说话, 静静地等待着, 直到最后面一名男生惊呼, 找到了。 但是, 他从垃圾桶里掏出了几张白色的碎片, 上面已经全是污渍, 沾了些零食油剂。 这肯定不能用了。 现在去重新打印还来得及吧。 同学们健壮, 都是一片唏嘘。 是谁干的? 我接过那几片脏污的纸片, 余光略过许慧。 许慧若无其事地检查自己的东西, 仿佛事不关己。 班主任去监控室, 却一脸遗憾地回来, 我们班的监控一周前就坏了, 由于不是考场就没修。 许慧的唇角不自觉地勾起, 与此同时, 早已看戏多时的江城, 忍不住阴阳怪气起来。 哎,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嘖嘖嘖, 助于, 就你这丢三落四的, 还想烤清华。 你还是回家刮腻子吧, 反正暴发户也不在意什么文凭。 我面上不动声色, 手中剪出一块碎片, 笑了。 江城, 你要不要看看这上面写了谁的名字? 那乌字斑驳的纸片上, 赫然是江城二字。 江城脸色一变, 不可置信地看着, 忽然回到自己座位, 疯狂翻找起来。 别找了, 这就是你的。 可惜啊, 也没有监控, 不知道是谁干的呢。 江城抓着那些碎片, 静止走到许慧面前, 恶狠狠地摔在她脸上。 许慧, 你不是说把助于的准考证撕了吗? 贱人, 你耍我。 许慧一直愣着没反应过来。 我没有, 不是, 不是我, 许慧下意识地往后躲, 失口否认。 她并不知道, 一周前, 我就看到了她跟江城的聊天记录。 许慧在课堂上偷玩手机, 只敢藏在桌下。 我趴在桌子上休息, 却并没睡着。 我的视力好的能当飞行员, 她手机屏幕上的字, 我怕是比她自己看得还清楚。 不过, 我只瞄到了直言片语, 什么监控, 什么她的准考证, 让她没学上之类的。 印象中, 江城和许慧 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看来这次是狼狈为奸, 达成一致了。 我不动声色地留了个心眼, 果然发现, 某天放学后, 江城又折回了教室。 她在监控上动了手脚。 于是今天早上, 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教室, 悄悄将自己的准考证收起来, 把江城的准考证 夹在我的语文课本里。 姓名那一面朝下, 到时候, 她肯定着急忙慌地破坏掉, 不会有时间仔细查验, 她也想不到这层。 放准考证的位置, 是我先前刻意让许慧看见过的。 如果要动手脚, 她一定会尽量选择 离开考进的时间。 否则, 我如果提前发现提前补办, 又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我挑了个班里最混乱的时间 去了趟洗手间, 总得给她个机会嘛。 我原本想着, 要是许慧尚且顾念 这三年的同窗情谊, 没有去动准考证, 那就万事大吉。 要是动了, 横竖吃亏的不是我, 恶人自有恶人魔。 江城和许慧都不是省油的灯, 到时候狗咬狗, 嗯,现在已经咬开了。 江城最是个粘坏但愚蠢的人, 气急了压根不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就在她对着许慧一阵狂喷的时候, 自立行间已经把他们设计 害我的事, 说了个七七八八, 终于轮到我来扮演绿茶了。 许慧, 我跟你同桌三年啊, 你居然, 不就是因为你家跟我爸借 一千万没给吗? 那是企业之间的事, 你怎么能报复在我身上? 再说了, 你也不能因为江局长 没通过你爸的投标, 就想害他儿子缺考吧。 就许家现在的处境 谁敢轻易伸手啊? 许慧惊怒地瞪大了眼睛, 戚戚爱爱地说不出话。 班里的同学们听明白了, 纷纷鄙夷夷地看着他, 指指点点。 要不怎么说 最毒妇人心呢? 同样是高三学生, 人家哥那操心家族企业玩公斗, 我还在这班的呢? 够狠啊, 思准考证, 何其歹毒啊? 这不是明天才考吗? 现在去教育局补办还来得及, 没什么大问题。 这话提醒了江城, 他抓起身份证等资料, 就往外走。 许慧你给老子等着。 许慧满脸心慌,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一时间缓不过来。 他跌坐回凳子上, 口中自言自语。 怎么回事, 怎么会是江城的? 那课本里明明是你的准考证, 才对。 我亲眼看见你放进去的, 助于, 助于是你偷了江城的准考证, 是你想嫁祸我是不是? 你真是恶毒。 许慧近乎癫狂地撕扯我的衣巾, 摇来晃去。 许慧, 你承认自己故意损毁他人的准考证了, 是吧? 我录下来咯? 我冲着他晃晃手机, 淡淡地笑了。 你说得对, 我就是个喜欢偷露音频的小人。 你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怎么不长记性呢? 念在你我同窗一场的份上, 我就不报警了。 不过, 江城回来会怎么对你, 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收拾好东西, 离开了学校。 不过, 急匆匆冲出去 重新打印准考证的江城, 并没有回来。 直到晚上十点, 班级群里有同学说, 江城出车祸了。 据说, 江城火急火燎地冲出学校, 碰巧有一辆出租车停在门口。 司机师傅一听他的准考证被人撕坏, 就赶紧一脚油门往教育局冲。 但问了问江城的班级, 又听他一路子上念着许慧的名字, 骂骂咧咧, 车速更是飞快。 在距离教育局几百米的地方, 一个急刹车, 司机师傅安然无恙, 没系安全带的江城 直接被甩到了挡风玻璃上。 医生和警察去得都很快, 快到司机都没来得及删除 跟许之远的通话记录。 被撕毁准考证的人, 本应是我, 出车祸的人也本应是我。 由于我爸拒绝帮助, 许家彻底破产。 许之远和许慧父女俩 对我们怀恨在心, 四季报复。 我没想到他们能做到这个份上。 许慧只是跟江城保证, 就算我去补办, 他也有几百种办法让我办不成。 江城也没有想到, 恶果自食。 被买通的那位司机, 也没想到一切信息都对上了, 唯独在错了人。 谁能料到, 许之远竟连男女都没说清。 或许这就是蝴蝶效应吧。 江城肋骨骨折, 最终没能参加高考。 许之远和许慧父女被连夜请进了警察局喝茶。 为了保住女儿的前途, 许之远共认不惠, 只求警察能让许慧正常完成高考。 可是, 家中破产, 父亲被拘, 许慧又怎么安心复考呢? 班级群里, 一条又一条的消息, 都是同学们震惊地谈论。 偶尔有同学艾特我, 问我准考证补办了没有, 能不能按时参加高考了。 我很快回复, 我不参加了, 你们加油啊。 底下稀稀疏疏的遗憾和不解, 我没再回复。 我爸说, 最近这么多事都冲着我来, 怕不安全, 干脆别考了, 反正我也就是为了体验体验。 我想了想, 同意了。 高考结束后, 同学们像是出笼的鸟一样, 放飞自我了。 听说许志远的事还没判下来。 现在家里人正在各种变卖抵押, 奔走脱关系。 但江城伤得不轻, 江家也不会善罢甘休。 江富动用了自己在相关部门所有的人脉, 是要许家付出代价。 填报志愿之前, 学校组织了同学们返校, 进行填报指导。 我虽然没有参加高考, 但也想凑个热闹。 于是, 我再次回到教室, 坐在许慧旁边。 老同桌, 考得怎么样啊? 许慧明显消瘦憔悴了很多, 精气神很不好, 脸色微黄, 双目黯淡。 唯有看到我的时候, 迸发出强烈的恨意。 少假惺惺。 我最恶心, 你这副无辜的样子。 你连高考都没参加, 有什么脸问我? 回去当你的低学历富二代吧, 我就看你能得益多久。 我考试发挥失常, 我爸到现在都没出来。 助于, 你满意了吧? 我耸耸肩,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自作孽不可活呀。 班主任正讲着志愿填报的事, 校园里忽然一阵嘈杂, 不知道什么人来了。 同学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 几分钟后, 副校长亲自来到教室。 助于同学在吗? 清华大学招生办的人来了。 我在一众震惊和艳羡中走出教室, 隐约听见深厚的议论。 清华大学? 不会吧? 他来真的? 助于连高考都没参加? 上哪门自清华? 该不会是学校保送吧? 保送名单不是贴在宣传栏里吗? 没有助于呀。 思, 难道是拿钱买的? 笑死, 能拿钱买的话, 清华大学要被挤报吧。 高二的时候, 我参加了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进入到国家集训队, 由此直接获得了保送清华的资格, 没有占用学校的推荐名额, 所以就没有出现在学校公事栏上。 我一向很是听从爸爸要我苟住的要求, 虽然并不理解, 还一度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被迫害妄想症。 但现在我信了, 姜还是老的辣。 当我凭借出色的物理竞赛成绩被保送清华大学的时传开, 全校都震惊了。 当初我在论坛回复过的话也被翻了出来, 保送清华, 主修物理, 选修设计, 爱好刮逆子。 无数同学们纷纷追加留言, 表示当时嘲讽得太过草率了, 还把我封为安诚义中考神。 我在图书馆刮逆子照片, 被辟上无数水果甚至洗茶, 后面备注, 转发这个注余, 助自己磕磕必过年年有余。 可以, 但没必要。 后来搬离统计同学志愿的时候, 我发现许慧填了一个二本, 两个大专。 看来他这次考得确实很一般。 至于江城, 已经准备复读。 可惜, 他今年的体育专业课发挥不错, 明年再来。 就不一定有这么幸运了。 我把这些事当作八卦讲给我爸听, 他却只是意味深长的一笑。 闺女, 你猜为什么警察会去得那么快? 江城还没到医院, 许之远就进了局子。 我一愣, 心中惊跳不已, 难道爸爸早就知道? 闺女, 你知道你妈妈是怎么去世的吗? 不是难产大出血吗? 我心头愈加狐疑。 我从没有关于妈妈的任何记忆, 因为在我降生的那个夜晚, 她永远地离开了我跟爸爸。 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你妈妈原本可以不走的, 是当晚的值班医生不负责, 将她一个人留在产房里。 所有的人都去隔壁抢救那个富商太太了, 因为她丈夫有钱, 而我只是个瓜逆子的。 我看着他们掏出了一大碟的现金塞给医生。 我却只能在产房外, 听着你妈妈一声一声地惨叫。 值班主任不耐烦地说, 你妈妈有护士陪产。 但是当晚明明只有两个医生, 四个护士都跑进了隔壁。 那个值班医生就是江城的妈妈, 他们抢救的就是许慧和他妈妈。 震惊彻底笼罩了我。 我正正地听着这一切, 像在听别人的故事, 但心底沉闷得一下一下地顿痛。 提醒着我这是个满是血泪的伤疤。 以我爸的脾性和感情, 他当时一定拼尽了全力去争取, 去控诉,去讨伐, 去要一个宫廷。 但就像别人说的, 胳膊拧不过大腿。 所以这些年他一再告诫我, 务必低调,不要张扬。 原来他早就知道, 仇人的孩子就在我身边。 这算是一种缘分吗? 我不有冷笑, 上一代的恩怨延续至今, 居然卷土重来。 但我爸爸已经不是十八年前任人拿捏的泥瓦匠了, 我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许慧最终去了一个大砖。 他的爸爸因为故意伤人, 被判了五年。 听说许慧的妈妈不堪打击, 患了抑郁症。 平日里吃药看病, 还有许慧的学费, 都靠亲戚接济和许慧勤工俭学。 至于江城, 他已经出院, 重新投入到复读中。 可惜身体伤得厉害, 再享用体育特长, 考进好大学, 已经很难了。 但我爸爸说, 不够, 这还不够。 只是上一辈子的恩怨, 不必要过多牵连孩子。 江城的爸爸, 才是最终目标。 两个月后, 我准备好行李, 即将前往北京。 这时, 传来了江城的爸爸, 将副局长落马的消息。 听说, 罪名是贪污受贿。 原来当初许家为了保住许之远不做了, 曾听别人指点。 想尽办法, 凑了二十万送到江家, 只当赔罪。 江家照单全收, 却没有手下留情。 于是, 许之远进去了, 江副局长也进去了。 本就手脚不干净的江局长 被清查出更多的受贿事实。 一夜之间, 江家也变了天。 十八年前, 江家收了许家的钱, 保住了许之远妻女的命, 却害我失去母亲。 十八年后, 江家又收了许家的钱, 这次, 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这就是风水轮流转吧。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事情尘埃落定后, 我跟爸爸的心情都松缓了很多。 他亲自开车送我去上大学, 一路上天朗气清, 日光明媚。 妈妈的照片被坐乘车挂件, 在后视镜上一晃一晃的, 笑得甚是好看, 好像也在为我高兴。 真好, 以后就都是畅快的日子了。